我叫做徐秀慧 我从台湾来到美国工作已经三年了 我现在在洛杉矶的大纪元时报当记者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怎么会念中文系的跑来美国做记者 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硕士班吧 快毕业了 有一位同学 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很不舒服的状态 一开始他只是掉头发 然后觉得皮肤出现一些斑点 可是那些斑点后来就溃疡发红 最后是开始流出黄水来 非常的严重 我就想说不行啊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这个事情不能拖 然后我们试着去好多医院检查 那个时候医生都告诉他说 可能是红斑性狼藏 但是这是一个很难确诊的病 如果在初期的时候 没有那么轻易的确诊 但其实陆陆续续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么久吧 他的关节开始会发热 开始会肿胀疼 晚上他几乎没办法睡觉 我就这样去摸他的手 他的关节是感觉到有热度的 甚至你就觉得他的手 那个说不上来无法形容的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那个僵硬变形的感觉 他的身体在出现一个全身性的衰败 因为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红斑性狼藏 还是不治之症 他是一个全身的免疫系统的崩坏 他的病不是只有一个症状两个症状 他是会一步一步的消耗你的自体免疫力 然后你最后可能就全身瘫痪都不能动了 然后我非常的焦急 因为我们从大学就认识了 是很好的朋友 他叫曾允营 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研究所同学 我们那个时候在念济南大学 在南投埔里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 一定得想办法医好这个病 可是已经知道是一个无法控制的症状 而且医学上是无解的谜 然后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 不行了只能去练功 我说你练什么功啊 医学都不能解释你要练什么功啊 他说你可能只能 他自己可能只能靠练法轮功 来改变他的身体调整身体 我说好吧法轮功 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接触过法轮功 是2011年 2010年底 201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冬天很冷嘛 我记得刚跨完年 然后我们就去找练功点 在台湾的那个淳朴的小镇 还真的让我们在网路上查到 哦 埔里有练功点 我就好惊讶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 然后各个小乡镇都有练功点 然后就抱着好奇的心情 也想要帮助这个同学嘛 于是我们就去练功了 早上4点20分 对研究生来说是 我刚准备要睡觉的时间 因为我们都是日夜颠倒 在准备写论文嘛 然后他几乎也是整晚没有办法睡觉 或者是失眠的状态 然后4点20分天很冷 我们两个人就骑着摩托车 找到了那个练功点 那一去那个练功音乐一响起我 然后他就开始练功了 可是我在旁边没事做啊 4点20分 那就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事实上练功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 变得好睡了 他本来失眠 晚上都痛得不能睡觉的那个状态也改善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说 那么早起你当然会很好睡嘛 但事实上 他的掉头发的情况改善了 没有很久 大概两个礼拜 他的关节肿胀晚上会发热 然后几乎是僵硬不能动的那个状态 然后也因为这个机会我认识了法轮大法 也让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痴 他有一种可以改变人身体心灵一切的能量 我也因为这件事情走上了修炼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